我在陕西的黄河边,这里是铜关 准备睡觉 阳台的灯是太阳能的 所以不用管它 一会儿它会 系统关闭 你能听到青蛙的叫声吗 好了,睡觉明天再说吧 拜拜,晚安 哦,不起床不起 电小花吃人啦 其实现在只有早上六点钟 我的鸟鱼花香 睡得好香啊 我的狗 就起床了 我在黄河边找了一块空地露营 嗯,很爽 就是晚上太冷了 白天嘛,三十度,晚上嘛 很冷 电小花,出来 出来 不要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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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车出来行不行 小花,出来出来 出来 不要掉头呢 哎呀 小花很聪明 他从来不在卧室里面尿尿 我要出去遛他了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快来 出去玩 去吧 不要跑远哦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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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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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躺在这个马里面 哎,就感觉很舒服 哎 就很舒服 白天不用的时候把床伸上去 就这样 他就自个儿起来了 去吧 穿着拖鞋踩在地毯上的感觉 非常棒 所以我弄了一块毯子 这个毯子名字叫波西米娜 洗个脑 在早上六点多钟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很高了 洗澡洗澡 遮阳 外面 店小花在看着门 来人他一定会叫 所以就不用担心 然后雨花香啊 你要叫吗 今天哪也不去 先把饭吃了 下午出发去产饭 这里是铜关 那边是铜关的古城楼 就是往 老铜关肉夹馍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铜关的老城楼 然后这边是黄河 我在黄河边露营 这里是我的阳台 我的阳台 鞋晒一晒啊 这个晚上很有用 这个是一个防风的一个蜡烛灯 坐在这里做完很爽很凉爽 都爽风的那种 好都收拾干净了 早餐搞牛肉火锅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先打针 前天理着个头发 头发太长了 先打针 打针吃牛肉火锅 我现在一天打四十多个单位呢 先烧一壶开水 我的车有两个厨房 一个室内的一个室外的 室外的火比较好一点 烧水快 你看下面都红了 然后风大的时候可以这样 挡一下 不需要 门靠着也是 也是在打 啊 通关 我就停在这里 还不错啊 小花一定要拴着 非常逃皮 调皮鬼 我要选个安静一点地方 所以时常有车路过 会有点早生 小花花 小花花 你在逃 你在逃跑 你还逃跑不 搞得一身那个小气糊 烦死了 这个 这个狗啊 小花呢 天生是一只有洁癖的狗 他很爱干净 就是从来不在车里面打小便 从来不 家里也是 他在家里一定要有一个狗厕所的 家里有个狗厕所和一个尿垫 水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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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开 那风有点大 但是还是挺防风的啊 这个灶 灶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一个这个连个管子 管子连到这个煤气管 那是电热水机和水箱 下面是柴油冷气机和这个 好深 盖上盖底 好 面闷脏 它剩不就没弄了 应该还行我觉得 泡面 泡面开启新的一天 泡壶茶 点小花花 不让它上来 就让它拴着 它可以拴的 小六不可以拴 剩下来拌壶水 泡壶一壶菊花茶 很香啊 好看不 好看吗 菊花茶 早上起来喝茶清肠胃 那个什么 早餐一定要吃的开心 先来一个牛肉火锅 说好吃 火锅就是吃火锅 吃火锅 牛肉火锅 汤区一点辣哦 然后还有我的爱奇面 藤椒味的 一杯菊花茶 开始蒸 蒸蒸蒸蒸蒸蒸